魏英累得沉睡过去,蓝湛替他清理好就出去了,他要去处理那个人了,在刚才蓝湛才下定了决心,不管是占有欲还是什么,那个人必须死,魏英必须全身心属于自己,他不会留下任何可以干扰魏英那颗心的人,一道光洒进来,急冲动了洞眼皮,蓝湛背着光走进来,手里泛着荧光的溅在这地牢里,显得冰凉,这是要杀了我吗? 你觉得呢,如果阿现知道你杀了我你们还能好好过日子吗?放心,他不会知道,我们会很幸福地生活下去,而你只能一个人入黄泉,在地底下看我们甜蜜恩爱,我们的孩子马上就会降临,到时候一家三口好不自艺,什么孩子,这些你就不用知道了,今日就是你的死期,我会好好安葬你的,不会让你走得不体面,蓝湛, 让我再见他一面,随后由你处置 我没那么好心,渐渐朝着急冲而来,不过他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,他是天蓝的将军,和他周旋一会还是可以的,也许他能趁此机会出去也不一定,俩人扭打在一起 蓝湛此行没有带任何侍卫,不过对付急冲还是绰绰有余的,一番打斗下来,急冲处于下风,不过这么好的机会他不会放弃,蓝湛,为英爱我,你和他的几个月又怎能比得上我们的几年,我们曾潇洒地走过天蓝的每一处角落,每一处都有我们爱的见证,他的香气,他的吻都是先属于我的,闭嘴! 蓝湛愣神之际,急冲抽出匕首,刺在蓝湛身上,短暂的疼痛使得蓝湛有一瞬地放松,急冲趁此机会踏出牢门,一路解决侍卫来到地面,趁着月色寻找,阿线,你是我死之前一定要见到的人,哪怕只是偷偷看一眼我就满足了,这样我就没有遗憾地离开了,蓝湛捂着手臂直接往蓝园走去,急冲一定会去那里,他要赶在他去的路上解决他, 路上遇到巡逻的江城,陛下,您这是怎么了,有刺客吗?江城,去守好各个路口,如果发现陌生人格杀勿论,还有派人大力寻找急冲,记得蓝园附近动静不要大,别吵到香飞休息,是,陛下,蓝湛得赶紧过去, 因为蓝园的守卫被自己撤了,之前因为没人敢去打扰,而且魏英不习惯被那么多人守着,万万没算到急冲会出去,现在只希望急冲对于皇宫不熟悉,暂时找不到蓝园的位置,要不然后果是他不敢想的, 那人在魏英的心里是生过根的,有着令自己羡慕又极度的竹马之情,那是魏英第一个爱的人,就像自己第一个动心的人是魏英一样,那种感觉自己懂,自己不可能放弃魏英, 所以他不敢保证魏英会放下急冲,今夜的夜空被厚厚的云层挡住,一点月光都没有,魏英经历完情事现在疲惫的不行,睡得很熟,一只纤细洁白的手随意地搭在肚子上,已经有幅度的肚子涌起,这段时间被养得圆润起来,脸上还有未退的红韵,整个人看起来别有一番风情,急冲看着黑暗中熟悉的建筑, 这皇帝看来还真是喜欢阿县,给他建了个一模一样的天蓝宫殿,心里不是滋味,眼看着就快要见到心爱的人,心跟着跳起来,也只有魏英能挑起这份情愫,整个篮园都很安静,可外面确实另一番景象,江城带着众人在寻找,只是没有一点急冲的影子,急冲快速地走进去,他知道魏英会睡哪一间,所以精准地打开了门, 一进门就是熟悉的味道,那份他守了多年的香气,看着床上躺着的睡美人,那是他心底最深处的思念,分开的这么久,他每一秒都在想他的阿县,想他过得好不好,会不会有某一刻也会想到自己,想到带他游历山川穿过沙漠,陪他看过星空的人,年少的悸动和情感 是最为真挚和深沉的,他忘不了,也不想忘,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红润的脸庞,动作很轻,怕吵醒了睡梦中的人,可又希望他能醒来看看自己,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,皇帝肯定马上就来了,手指沿磨着耳垂,那是急冲最喜欢触碰的地方,如今还能再触碰到, 只是脖梗畜刺眼的红痕像刺一样扎进自己心里,他又怎会不知那是怎么留下的,手指蜷缩紧紧握在掌心,咬牙切齿地憎恨着那个抢了阿县的人,这些痕迹本该是自己留给他的,他一直不敢打破和阿县的亲密接触,每次点到极致,最亲密的也就是拥抱和亲吻,他怕他的阿县会痛,所以他不得不忍,急冲把人扶起来抱在怀里, 闭眼享受这最后的亲密时光,魏英在肩膀处蹭了蹭然后又沉沉睡去,急冲笑着亲吻了他的额头,把随意搭拉着的手放在嘴边亲吻,拦战进门后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,眼神阴沉地想杀人,戴着鞋的手臂青筋抱起,他好想抽出闭尘刺过去,可他的线线还在那人的怀里,他不敢那么冲动,他得趁阿县还没醒的时候把人弄走, 这样他的线线醒来后还是一如往常的样子,急冲,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保证给你一条活路,陛下,你觉得我会信吗?恐怕这个皇宫我是出不去了,我只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好好抱抱我的阿县,县,县,是,我,的,哼, 这话你还真说得出口,你只不过赢得了他的身,急冲,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否则我会亲自送你下地狱,好啊 那你来啊,手臂上的血还在流,一滴一滴顺着手掌落下,蓝湛却感觉不到疼,举起手里的剑一步一步走过去,急冲冷漠地看着这个五官有些扭曲的人,他知道蓝湛铁了心要杀他的,只是不应该当着阿县的面,把怀里的人轻轻放下,好好的看了一眼,出去吧,我任你处置,左右我的愿望已经实现, 这最后一眼我已经看到了,急冲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,他只知道无论如何,他要再见一面阿县,所以他抓住这次机会,他如愿以偿地见到了,没牵挂了,他也不后悔这次的冲动,走吧,蓝湛的见一刻不放松地指着急冲,慢慢退出房间,只要出了这个门,他和魏英在无任何瓜葛,他会亲自杀了急冲,为他的感情画上终点,蓝湛,床上的 人爬起来,借着烛光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面,还有被剑指着的那个人,他一度认为自己还在梦中,咬了咬唇,发现很疼,他没有做梦,将军,急冲,好久不见了,阿县,急冲微笑着,看向魏英,蓝湛握着,剑的手在发抖,他最不愿看到的,还是发生了,心突然很慌,他不知道魏英现在在想什么,对于今晚发生的事,他会是什么 样的看法和决定,但他和急冲魏英只能选一个,他会怎么选,魏英看到急冲无疑是吃惊的,他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他,如今出现在他和蓝湛面前,还是刀剑相抵的场面,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自己,看着魏英和急冲相似的,画面蓝湛很受伤,避沉掉落在地上,发出一声闷响,魏英这才回过神来看着蓝湛,一抹红吸引了他的眼神, 蓝湛的半只手臂上都是血,眉头皱了起来,掀开被子就朝他走去,原本衣服就穿得少,那凸起的肚子就这么展露在急冲眼里,还来不及问什么就被蓝湛拥入怀里,魏英感觉到他在颤抖,抬起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,怎么受伤了,我帮你上药,没事的, 这点伤不算什么,我更怕的是你放弃我,阿线,你的肚子,魏英松开蓝湛的怀抱,眉眼舒展开来,走到急冲面前,把自己有孕的事告诉了他,不可能,怎么可能,将军,是真的,我有了蓝湛的孩子,我知道这件事你难以相信,我最初也是这样,可他现在他已经会动了,他是我和蓝湛的,你和蓝湛的,急冲还是输了, 魏英愿意给蓝湛生孩子已经足够说明了一切,其实自己的结局不是早就预料到了吗?还在坚持什么?幻想什么?魏英把换下来带血的衣物扔在一旁,拿过药来替他包扎,虽然伤口不深但疼是肯定的,只是蓝湛都没有吭一声,上药的动作很轻,时不时地会吹一下,上药期间蓝湛的眼神一刻也没有从魏英的脸上移开,好像那伤口 并没有在自己身上一样,他完全感觉不到疼,看着魏英因为心疼自己而皱起的眉,看他因为紧张下意识咬着的唇,还有那隐忍着没有落下的泪,每一面都直击心脏,他蓝湛上被子一定做了好事,所以这被子才拥有了这么好的魏英,上完药就紧紧把人抱住,魏英由着他抱了一会才正脱开,处理好后魏英看向一旁的急冲,拿着药走了过去, 蓝湛想把人拉回来的手停在半空中,眼睁睁看着爱人走了过去,想阻止却怎么也说不出口,急冲一副落寞的样子,看着魏英,握紧的拳头松开,沉沉地吸了一口气,魏英看着这样的急冲心里也不好受,觉得自己坏透了,给不了他任何承诺了,当初一起许下的誓言如泡影般被他戳破 他和急冲再也没有可能了,魏英一直以为自己会是一个专情的人,是能给急冲未来的人 爱急冲的时候是真的爱,可对于蓝湛自己也是真的 在这两份感情中他只能选择一方,注定了有一人是要受伤的 而不管是谁,这痛都是自己给的,魏英突然就讨厌自己了,将军可有受伤 哟,哪里,阿县帮你上药